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警方随后将他们押回警局注查 治安不好到处都发生抢劫案 现在就连人民带义士也躲不过成为受害者 伊斯兰党农运国会议员汪哈山昨天到银行提取了一大笔钱出来以后 被匪徒盯上 他才坐进车里 把装了钱的手提袋放在旁边的座位 匪徒就打开车门抢走装有26000令吉现金的手提包 汪哈山说 他在登上汽车后 直接就将手提袋放在副驾座位上 匪徒突然现身打开车门意图取走手提袋 他本来以为是有人想要申请什么 或前来募款之类的 不过匪徒突然伸手要取走手提袋 为了保住现金 他与匪徒争夺手提袋 导致双手及左手左受伤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保住巨款 农运警区主任巴哈鲁丁警监指出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94条文的抢劫至伤他人罪 开党调查此案 把镜头转向吉隆坡交赖王后镇 两名掠夺匪吸毒壮胆后 分别骑两辆摩托在公寓外守候 见到一名毒刑女子经过 立即上前抢走她的手提袋 再逃之夭夭 整个过程只是花了几秒钟的时间 行径仓狂 受害的中国籍女子来不及反应 在拉扯间倒地 四肢被插伤 警方已经在昨天凌晨 在交赖顿拉扎镇逮捕两名嫌犯 她们的年龄分别是26岁和27岁 爱喝咖啡的朋友 这里有个好消息 马来西亚咖啡节 从即日起至7月28号盛大举办 现场备有各大咖啡品牌 来自意大利的Aristo精品咖啡 更成为了全场焦点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最近几年喝咖啡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和生活方式 爱喝咖啡的你 千万不要错过在林氏万达广场举办的马来西亚咖啡展 就连来自咖啡胜地的Aristo意大利精品咖啡也参与其中 Aristo咖啡以原力优质咖啡豆研磨成极细致粉末 通过胶囊的保鲜科技 确保每一杯咖啡的新鲜与香醇 而全新的Aristo Tea则是严选优质茶叶及香草鲜花 设计一系列凝神疏压 健康优雅的清香茗茶 引领新的喝茶文化 百分之百由意大利所研发的Aristo高压蒸汽冲泡机 结合工艺、美学与科技 通过独特的智能设计 只需把Aristo的咖啡或茶叶胶囊放入冲泡机 盖上手柄再轻轻一按 30秒内便可以轻松完成饮料 这部智能咖啡机 它可以用30秒就可以泡出 这个最优质的咖啡 因为它是使用高压蒸汽19个Bar 只是一块钱就可以租用到了 当然一块钱人都可以使用 同一时间就是不只可以泡出咖啡 又可以泡到巧克力 又可以泡到茶 甚至泡到牛奶 马来西亚咖啡展将从今天起至7月28日盛大举办 爱喝咖啡的你赶紧到现场走一趟吧 现在进入一则手机资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斯美兰辱来夫妇疑四遭凶途截杀及放火烧乌案 今天有突破性进展 警方从昨天至今天 共逮捕了三男一女嫌犯 当中包括死者的独生子 根据中国报叹息 警方昨天下午 趁着死者儿子回到父母的住家时 见证主人员在死者儿子的豪华房车 找到疑似沾有血迹的纸巾 胶布 一张酒店房卡 及一把零路车钥匙 另外也发现 车门把及车桌也疑似沾有血迹 当场逮捕他们 根据了解 警方是在昨天下午 带死者的儿子到芙蓉端姑惹化太平间 完成认识手续后 再回到死者夫妇俩 位于汝莱迪沙美拉迪花园的住家后 将他逮捕以协助调查 目前 警方已经把所有起货的证物 带回警局化验 以进一步调查及追捕凶手 汝莱警区主任 莫哈莫诺马祖基披露 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三男一女嫌犯 协助调查 四名嫌犯今早被带往法庭 申请延长后留七天 直到8月1号 其中一名华裔女子 相信是死者儿子的女朋友 两名死者在家人眼中 是一对恩爱夫妻 家属今天下午 到芙蓉端姑惹化医院太平间 办理领事手续 现场一片愁云惨雾 当遗体从停尸房移出 要上客户车资计 亲属们都跪下 并双手合时默默哀悼 大家都哭红了眼睛 另外 面子书我来自乳来 I'm from the light群组 在星期四晚上 贴出一个 鸡拿乳来 抢劫放火灭口凶手赏金1000的帖子 悬赏鸡凶 获得两位网民响应捐款 各捐资500令吉 男男性爱短片风波不断 武统最高理事拿杜洛曼 因为抨击警察总长阿杜哈密 在男男性爱短片案中撒谎 今天被警方传召问话 他向媒体说 他不能理解 四名蒙面匪徒抢劫 警方都可以很快抓到人 但男男性爱短片中出现像大象那样庞大的物体 却没有办法辨认 显然是选择性有效率 若曼坚早约10点15分 在数名支持者的陪同下 携带红色行李箱 现身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他说随身携带行李箱 是准备好被捕在警局过夜 他强调阿杜哈密确实对 调查报告有所隐瞒 不配出任警察总长 更要求对方辞职 罗曼说阿杜哈密在调查报告中 有两项隐瞒事实的可能性 包括大马网络安全机构 已鉴定短片的真实性 但警方并没有提供阿兹敏的照片 第二则是有关机构指 短片中的人物与阿兹敏有93%吻合 但阿杜哈密却对外宣称 并非百分之百吻合 藉以让前者逃脱的嫌疑 他说阿兹敏和阿兹哈兹 在床上残眠时 必定会留下毛发或汗水 但警方只是根据 闭入电视视频调查 5分钟 4分钟 45分钟 教育历程到与国家元首 彭亨苏丹阿都拉的爱情故事 让记者看到了一位真性情的国家元首后 在国家王公访问元首后 是媒体破天荒的体验 元首后出现在会客室 立即用中文说 你好 向在场的记者打招呼 即时化解了大家的紧张情绪 再秀几句福建话 顿时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东顾阿兹扎说 35年前她是公主 35年后她成了元首后 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元首登基典礼 而这也造就了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次 最高元首抗力个别的双亲 都曾是元首及元首后 这首次在历史上的阿兹扎 到16年后 阿兹扎和阿兹扎 是儿子的阿兹扎 十天后我发现 我已经有了很重要的 在这段时间 我可能是更忙于 准备 要处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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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岁便加入彭亨王室的东顾阿兹扎 与元首结婚33年 两人自小青梅竹马 也是两个皇室默契许许的姻缘 他追忆第一次偷偷喜欢上东顾阿兹扎 这么说道 我们从小的 我们跟他一样 我们跟他一样 我们召唤 我永远喜欢他 他知道 他是我的第一爱 我跟他一样 所以我们结婚了 13年后 我们结婚了 我认识很严重 不像其他人 我们有男朋友 可以外出 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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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选择 不可以 我永远会 我永远会 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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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姑阿兹扎 他遗憾 从来没有学过中文 只会讲几句简单的福建话 而向来关心女性福利的他也希望 未来继续推动帮助单亲妈妈和不育女性计划 也是这位担任元首后的任务 来看下周最新游价 我是佳蓁 祝您晚安 我平时想要死 我就游价 母带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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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